为了帮助南加华裔企业 来了解诸多的政策的新规 实现稳健发展 华新保险再次举办了 大型的企业雇主研讨会 多位来自联邦以及各界专家 齐职一堂 为民众答疑解惑 吸引了超过500位的企业雇主 跟高级的经理参加 反应相当热烈 2019年 加州最新劳工法 是企业雇主讨论的热门话题 不仅最低工资 带薪病假再度调整 2019年开始 所有超过5个雇员的员工 都必须全员进行 1到2个小时的性骚扰防治培训 严大会针对巨大的变化 为大小型公司提供对策 承得律师事务所的赖威宁律师 分析劳工诉讼的最新趋势 提供雇主自保的守则 并且总结8大员工诉讼的雷区 希望帮助华人业者规范公司制度 除此之外 华新保险还邀请到了 今夜会计师陈伯宇 针对公司申报2018年 联邦和加州税的注意事项 以及雷区展开介绍 我们加州目前的工作环境 是对所有的雇主很不友善的 比方来讲 有60%的捞售 在加州都是在告 什么员工的10分钟的休息 over time 或者是歧视 种种的这样的捞售 让所有的雇主都不知道何去何从 除了这个之外 现在2019年 还有一些新的法律 还有哪些地方我们的雇主要注意的 不用担心 华新保险都为你们准备好了 这样子训练的课程 而且过去2018年你training过的 对不起 2019年全部要重新training 这是法律 如果说你们公司有这样的需要 请尽快跟华新保险联络 今天会介绍分析一些 我们认为比较影响到中小企业的劳工法 所以必须要了解 第二个当然讨论就是从公司的角度 万一有这种时间记录 10分钟休息时间等等 从公司的角度 当然第一个要说法 了解这些法律 最后是从公司怎么保护自己 从2003年开始 华新保险企业雇主研讨会 已经坚持举办了16年 越来越多的公司雇主 了解了劳工法 税法 并且在积极改进公司制度 放缓于未然 研讨会不仅邀请到了资深的会计师 劳工法律师 还包括美国联邦劳工部 移民局 加州中小企业局 洛杉矶县经济发展合作组织 都在现场设立了咨询的摊位 为企业提供政府一手资讯 以及优惠资源 经过4小时的深入学习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让广大业主们 学习到了最想了解的法律知识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